北市府跟北一副一還有台大公衛學院合作 要來針對萬華人進行血清抗體研究 想要釐清為什麼台灣的新冠肺炎死亡率高達5% 以及社區裡面有沒有潛藏很多黑數 這個研究主要是想了解社區實際感染情況 看除了確診個案外 是否有未被掌握的潛在感染者 了解確診者的血清抗體變化 和分析未感染但打過疫苗的人抗體效價變化 因為先前萬華疫情被受關注 甚至還被說萬華是疫情破口 這回希望透過研究等於是給萬華一個交代 這項研究7月22號獲得疾管署同意 8月通過人體試驗倫理委員會審查 預計最多收案6000人 追蹤6個月抽血3次 分階段抽樣 第一階段1000人 要檢視抗體陽性率 從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的穩定度 都可以更清楚的來估計啊 研究計畫主持人北一加一科主任王森德說 研究到明年中台灣統計近5% 高於國外報告的平均2% 希望透過血清調查 辨識出輕症或無症狀感染者的多寡 可讓總感染人數更清楚 找出是否有人感染但沒被抓到 TVBS新聞曲關紅軍委台會報導